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企业的总体战略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总体战略这块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提到总体战略的话 就包括成长型战略 稳定战略 还有这个收缩型战略 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这种划分 这也是考试的时候 几乎年年都考我们的 这个成长型战略里面去划分的话 我们说有密性战略 多元化战略 还有就是一体化战略 那么这个密性战略我们再进一步细分 又有这个市场的渗透战略 产品开发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 那就说将来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说能细分就尽可能的去细分 你如果说细分不了的 你比如说有什么 问一下它属于成长型战略里面哪种 那么成长型战略里面 OK了 它是密集形单 多元化的 还是一体化的 你去不那就可以了 你说我根据材料 我还能细分出来 它是属于这个密集上这里面 是市场渗透 还是市场开发 还是产品开发 如果能细分你就细分出来 如果细分不了 那没办法了 那就是成长型战略 那我就达出这个层级 那现在考试的时候怎么样 有的时候人家问你什么 问你说它是属于密集形战略里面的哪种 这就是非常的清楚了 是不是 那就说你只能在这个里面去选了 这没问题吧 同样道理 多元化战略 我们说这里面可以分为有相关多元化 和非相关多元化 那就说你根据案例材料 要能够识别和判断出来 后边这个一体化战略 我们说它是属于纵向的 还是属于横向的 那么如果说是纵向的话 它是属于前向一体化 还是后向一体化呢 你得进行一个识别和判断 接下来就是什么 稳定战略 稳定战略这里面同样可以进行细分的 是不是 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我们说这种划分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太好区分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想想了 如果说你根据材料 你不好区分的话 其实考人也不会让你去识别 说这里面到底是无增利润呢 还是维持利润战略呢 那你自己纠结自己没有意义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怎么样 他就问你了 它是属于总体战略里面的哪种呢 OK了 它是属于总体战略里面的稳定战略 没让你细分就不用管它了 对吧 那接下来怎么样 就是收缩性战略 收缩性战略的话 这里面同样可以进细分 有转向战略 放弃战略 那么规核化战略还有解散与破产战略 那么这个规核化战略 还有解散与破产的战略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加的部分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个规核化战略是什么意思 是吧 从那字面来讲也不难理解 是吧 规核化 那就什么 把那些非核心的业务拿走呗 剩下都是核心业务的呗 那这种战略形式就属于什么 叫规核化战略 这就可以了 所以说总体的这个框架的结构 我们得先熟悉 然后你才能够下边 再慢慢慢慢的 在添枝加叶 在长肉 OK 就比较丰满了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看一下 这个总体战略的集体类型 那其中一个就是成长型战略 成长型战略顾名思义 我们最终的目标怎么样 就是把这企业如何进行做大做强的问题 规模做大 资产规模做大 往利润增加 对吧 这就是成长型战略 这个成长型战略呢 在这里面具体划分的话 我们说有三种类型 有密性战略 一体化战略 还有多元化战略 那下面呢 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 这三种类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看一下 这个密集性战略 说什么是密集性战略呢 它是在我们原有的 这个业务领域里面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 对这个原有的产品 原有的市场 进行开发沈透 看一看 我们还是不是有新的 一个发展机会呢 那么这种战略 我们叫密集性战略 这个密集战略呢 我们再进行细分 又可以分出三个来 我们说有市场的渗透战略 市场的开发战略 还有这个新产品的开发战略 那我们就要会识别和判断了 我们在识别判断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 我给各位一个安索夫矩阵 你就根据这个安索夫矩阵 它也叫做成长矩阵 你就可以把我们这几个战略 区分开 纵轴代表的是市场 这块是现有市场 这块是新市场 横轴呢 代表的是产品 这块是现有产品 这块是新产品 好了 我们看组合 我们说呢 这里面叫低向线 从它的这个轴上来讲的话 这我们数学上一个这个专业术语 这叫低向线 现有的这个市场和新产品结合 既然是新产品在现有市场这块结合了 这叫新产品的开发战略 分清了吧 现有市场和新产品去组合 这块叫第二向线 第二向线呢 你看一看 是现有的这个市场 这块是现有的产品 都是现有的 那就说 我们在现有市场 如何把我们现有产品再增加销售 这叫市场的渗透战略 这是第三向线 看什么样呢 它是这个现有的产品 然后打入新市场了 那么打入新市场 自然就叫市场的开发战略 这边看好了 是啥意思 这边相当于是我产品是新的 市场也是新的 一个新的领域了 这就叫多元化战略 二新组合 这叫第四向线 所以说当我们掌握这样的规律之后 将来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你根据这个案例材料 你看看它是哪个组合 很清楚 你不需要每个都背一遍 我们有些同学 开院吗 一考这是哪个战略 大家在考场上 把这几个战略重新学一遍 那时候学的效率可高了 但是最后导致其他题没做完 所以有一些是属于什么 属于这个规律性的东西 这些规律性东西呢 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呢 能记把它记一下 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考试 做题目的速度 有些东西不需要你背 我老脚会告诉你 这个不用背 你只要是找到这点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腾潮那些东西 但是这些规律性东西 你该记得记一下 那考试的时候 不是说哪个点都去翻书 你每个点都翻下书的话 那你翻不完 你那题肯定打不完 那我们就首先来看一下 市场的渗度战略 市场渗度战略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现有的产品和 现有的市场去组合 对不对 那就说 我们在现有的市场里面 如何使我们现有的产品 和服务的市场份额 再进一步增加呢 我们在销售方面 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 扩大我们的销售额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了 我要想在现有市场上 把我现有产品 再进一步的扩大销售 他说了 我们要提高现有顾客的 对这产品的这种使用的频率 多使用几次吧 马上再买我们的产品 是不是要使用完就可以买我们的产品吧 另外呢 我们也得需要注意一下 把那些竞争对手的顾客 我们怎么把它挖过来呢 然后让他们买我们的产品呢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销售不增加了吗 说我们要在这个现有的这个市场里面 把我们现有的这个产品的销售份额 进一步的扩大 我们就得增加一些营销人员呢 增加一些营销的策略呀 增加广告开支啊 是不是 扩大宣传吧 有些促销的手段 你看我们产品不就是销售 使用率还有提高的可能性 那你就可以继续挖掘嘛 继续挖掘 再有呢 你这个产业还在不断的增长 不断增长 但是你竞争对手 在我们产业里面的份额在下降 那么他所下降的份额 我们就可以挖掘过来嘛 增加我们的销售 是不是 那么再有 从我们历史的经验来看的话 这个营销费用和我们销售额相关性非常强啊 只要我们增加了这种营销的费用 增加了广告的支出等等等等 这些的时候怎么样 我的销售额马上就会大幅上升 大幅上升 另外怎么样 他说规模的扩大 他说能够带来明显的竞争优势 那就是我叫进一步的做大我的销售规模 说到这个市场的渗度战略 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 当然比较早了 还属于上个世纪的事情 在1994年的时候 11月份吧 中央电视台招标广告 95年的广告 当时拿到广告标王的是谁呢 是孔府厌旧 花了三千多万 拿到广告的招标了 三千多万的广告的支出 然后呢 在95年的时候 95年的时候 他的这个销售额 将近十个亿 将近十个亿 他拿着的标王 就打败了他这个同门兄弟 孔武家宴 而且当时呢 还做了一个很好的广告 说喝孔府厌酒 做天下的文章 你看广告很响亮 然后呢 这个一夜之间 家喻户晓 都在喝这个孔府厌酒 这样的话 你看看这个销售规模 不就迅速做大了吗 而且的利税呢 在95年的时候 应该将近四个亿 这么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规模 很显然的产能都跟不上了 是不是 然后呢 在96年的时候 就迅速扩大产能 但是也跟不上 那种销售的势头 咋办呢 开始扩张 招了很多的 这个小的作坊 让他们去酿酒 酿出来都是孔府厌酒 这种盲目的扩张 增加产能 然后再吸收那么的小作坊 结果导致 转下降 转下降 以零价格 就转给了山东联大 在这个白酒行业里面 就不再有孔府厌酒了 你看看 这个整体来讲的话 你要说我们采用这个市场的 盛动战略 增加广告的开支 你看看 我们的销售是不是可以迅速的做大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这个我们可以上网去搜一搜查一查 这个顾骨厌酒 它的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这个历程 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学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平时看到一些这个信息 我们就可以联想联想 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学起来的时候 就会比较有意思 对不对 比较有意思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市场的开发战略 市场开发战略呢 它是把这个现有的产品 和这个新市场去组合 也就意味着把我们这个产品怎么样 打入新的一个市场领域 这就是市场的开发战略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你打入的这种新的市场领域 可以是一个新的一个大市场 当然也可以是一个细分市场 你比如说我们原来针对大市场来讲的 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们把这个产品怎么样 针对一个细分市场来去做一遍 各个点我都把它吃到 这也可以 所谓的是开拓个新的这种区域市场 你比如说原来我们都在国内销售 现在我们沿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国家去销售 这不都是打入个新的领域市场吗 这都属于市场开发战略 那我们说你这种战略在什么时候用呢 它有个条件 它说还存在着没有开发的市场 或者说我们目前的市场怎么样 还没有达到饱和状态 那我当然可以用了 那么另外怎么样 我们这个销售渠道是畅通的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能够打入新的市场里面去 渠道畅通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经营很成功 你现在的经营很成功 所以说打入新的市场的时候怎么样 人家才会认可你 如果说你原有的经营都有问题 人家看哎呀妈呀 你又到这祸祸我们来了 所以人家就不会满意的产品 哎一看啊这个企业在哪块经营的很好 在哪块那个市场销售很好 哎你看到我们这来了 你看这多好 那么再有 他说这企业怎么样 哎你在这个打入新市场的时候 你需要的人呢 需要的财务的资源呢 我们能够给你供应上 不缺钱不缺人 要啥有啥 这没问题的是不是 再有呢 就是那些怎么样 有过剩的产能 说我们在打入新市场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们会销售更多的产品呢 那你更多的产品怎么样 我们能够迅速的生产出来 你比最后说我们市场开拓出来了 结果怎么样 结果我们产品跟不上了 那不可以 再有怎么样 你这个所经营的那种主业 有全球化的趋势 有全球化趋势 就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市场 等待我们去开发 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你就可以采取什么 这个市场的开发战略 这不都清楚了吗 都清楚了 如果说你这个产业 几乎都属于关键煤来的 而且越来越窄越来越窄 那就不可能采用这种战略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就是新产品的开发战略 新产品开发战略呢 在这里面我们说什么呀 是新产品和现有市场组合问题 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的市场里面 通过对这个产品的性能啊 型号啊 规格质量等等 做以改进 然后在我现有市场上去增加它的销售 这就属于什么 这就属于这个新产品的开发战略 这时候呢 我们说呢 你要是采用这样战略的话 我们说通常情况下 会有更多的研发费用的支出 你能不能保证啊 如果说你研发的这方面的能力比较弱 可能采用这种新产品开发战略 就会形成一种障碍 那接下来 那我们说对于这种新产品开发战略 我们说 什么的企业可以用呢 王太说了 你这个企业的产品怎么样 嗯 信誉度比较好 顾客比较满意 所以说你对现有产品的一种升级改造之后 顾客还会认可 对不对 如果说你原有的产品顾客都不满意 你通过改良之后 改善之后 那顾客也不会满意 那你不可能去销售去了 所以你就不能采用这个新产品开发战略 那么再有呢 就是你这个其实怎么样 属于是创新速度比较快的 这种高新的技术产业 那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对这个产品的研发设计往后进行改进 才会速度比较快 而且我有能力 是不是 有能力 你如果说不属于这样的特征 你创新速度比较慢 那你怎么把现有产品进行改进呢 没办法 没办法提升 对不对 那么再又怎么样 你这产业还处于这个高速的成长阶段 我这里还有潜力可挖 是不是 那么再又怎么样 他说有比较强的这种研发能力 你如果说你研发能力比较弱的话 你没有办法对于这产品进行改进 你怎么能够形成个新产品呢 那么再有这个竞争对手呢 我们说他提供了这个更高的这种质量产品 那么竞争对手以同样的价格呢 提供了更高质量产品 那就得督促着我们怎么样 也得改进这个产品质量啊 要不然的话 人家就会按照相同的价格 人家买人家产品去了 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 是不是 既然人家能够把这产品质量加以改进 价格还没这么高 那我们也能做呀 这就是我们实施这个新产品开发战略 我们说它适用的一个背景 把它要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在考本的时候呢 你就注意一下了 比如说这个条件给我们之后 那就说明应该采用的是新产品开发战略 那就说把这条件如果放到我们案例材料里面 你要能够气氛出来 或者说呢 我们把这个新产品开发战略呀 或者是市场开发战略呀 如果把这些概念性东西给你放到案例材料里面 那就去判断去 它是这个新产品和现有市场去结合呢 还是这个我们现有产品这个打入新的市场呢 你不是清楚了吗 这是概念考核 无外乎考我们就这么两种情况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把握的啊 这个考的概率就比较高啊 比较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甲公司呢 是一家其规划设计装备制造工程施工为一体的 国有大型的综合性建设集团公司 2017年初 甲公司呢 召开总经理的办公会 会呢 提出 要贯彻落实呢 董事会制定的 以国际业务优先发展为主导的密集型战略 告诉我们这个成长型战略的类型了是吧 而公司呢 应该集体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规划 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呢 争取更多的业务订单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哈 这个括弧里面备注 这个沿线国家里面呢 他说包括什么呢 你开展的业务和尚未开展业务的国家都包括了 这些备注呢 我们说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 因为这里面就会有一些提出的信息 是不是 他说一方面呢 要提高现有产品服务 在现有市场的占有率 这说什么 这就是你现有产品和服务 与现有市场的去结合嘛 它属于密集型战略里面的哪种啊 想象一下我们讲过那个安索夫矩阵 是吧 另一方面呢 他说以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呢 积极来抢占新的国家市场 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是你现有的这个产品服务 与新市场去结合 那么他应该属于我们密集型战略里面的哪种呢 也想象一下我们所讲那个安索夫矩阵 是吧 好了 根据资料呢 指出这个假公司 他所采取的密集型战略里面的具体类型 并说什么理由 应该说我们这个识别和判断这块是最关键 是吧 那么这块有了之后 这理由就很好说明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应该说呢 这个考核还是比较人形化的 是吧 我们有些考核说 哎呀 你说我们这分类到底分到什么程度啊 你看 好得很清楚吧 是密集型战略里面的哪种 那好了 那根据我们这个材料呢 我们说他这里面涉及到了密集型战略里面的其中两个 一个呢 是市场的渗透战略 再有一个呢 就是市场的开发战略 那你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就是那个理由嘛 我们说这个市场的渗透战略怎么样 是在现有市场上 往后怎么样 把我们现有的产品和服务 它的市场效率提高 也就是说是现有的产品和服务 与现有市场去结合嘛 OK 理由不就出来了吗 那我们说那个市场开发战略呢 相当于是把我们这个现有的产品和服务 然后怎么样 打入新的市场 那不就相当于是 现有产品服务与新市场去结合嘛 这就是市场开发战略 这就是我们考核方法 很简洁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成长性战略里面的第二种类型 就是一体化战略 那么什么是一体化战略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是沿着你这个业务啊 看一看是向纵向发展呢 还是向横向发展 如果说我们向纵向发展的话 也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 向这个业务的深度发展 如果说我们向横向去扩大的话 那就意味着什么 是向它的广度去发展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记得说把这企业这个经营的规模做大 然后业务做强 实现这个企业的这个增长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按照这么两种类型 就可以划分出来 其中一个什么 叫横向一体化的战略 另外一个什么呢 就是纵向的一体化战略 那也就意味着看一看 你是向这个业务的哪方面去托展的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首先来看一下横向的一体化战略 横向的一体化战略呢 你注意一下 你要会识别呀 那么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判断 它是属于横向的一体化战略 还是属于纵向的一体化战略的时候 那你要会识别判断 根据什么来判断 当然根据概念的判断了 我们说横向的一体化 也就是说你收购兼并 兼并的什么企业呢 兼并的是你的竞争性的企业 那就说你这两个企业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体化 我们就叫做横向一体化 那我们通过这种横向的一体化战略的实施 我们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那就意味着你们原来是竞争对手的 是不是 现在怎么样 我们通过收购兼并或联合 我们成为一体了 这样的话相对减少了我们内部的竞争的压力了 是不是 从而使我们这个企业的规模怎么样开始做大 那么在这个产业 在这行业里面 你就可以获得一种规模的经济 实现一种持久的竞争的优势嘛 这就是你横向一体化实施的一个目的 那么你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什么样的途径 来实现这种横向一体化战略呢 那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根据它的概念已经有了个描述 一个怎么样 它说可以通过购买的途径 你比如说 我这个A企业怎么样 把这个B企业给它买过来 而且A和B之间呢 是竞争性的关系 那这时候怎么样 我就可以实现这个一体化了 这是横向一体化里面的其中一种实现途径 那么另外一种实现途径怎么样 它是采取合并的这种方式 合并方式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A把这个B合并了 并购了 并购之后怎么样 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企业C 重新有另外一个企业了 这就是什么呀 采用合并的方式 那同样道理 我们说这里面的A和B怎么样 也是这个实力相当啊 比如规模接近啊 这样的企业合并在一起 从这个新的企业了 达到这种横向一体化战略 那么另外一个怎么样 就是这个联合 联合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两个企业 也是竞争关系 那么在某一个业务领域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进行联合投资 联合开发 共同经营 从而呢 也实现这种横向一体化战略 这就是它具体的一个实现的途径 所以有的时候呢 在考试可能会考我们 所以这种横向一体化 怎么能实现呢 当然我们这块内容 大家要注意 考试的时候 它可以和我们后边的企业并购那张 可以结合在一起 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么在企业并购那块 人家可能会问你 它是实行的是一体化战略里面哪个呀 是横向一体化呢 还是纵向一体化呢 你看前后章节不就连在一起了吗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这企业里面 如果要实施横向一体化战略 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你可以去实施呢 首先一个 你所在的产业怎么样 竞争比较激烈 这个竞争对手之间 拼的是你死我活的 最后怎么样 说我们坐下来商量商量吧 我们喝尔为一吧 这时候怎么样 就避免了我们内部的这种互斗了 是不是 说你是十块钱 我可以卖八块钱 你卖八块钱 我可以卖六块钱 就不要这样争来争去了 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考虑 横向一体化战略实施 我们坐在一条船上 是不是 共同对外嘛 那么再有呢 就是你所在的产业怎么样 规模经济比较明显 那你说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你的单位成本呢 才会比较低 你的竞争实力才会比较强 才会有这种持久的 这种竞争的优势 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可以考虑 实行这种横向的 一体化战略 再有呢 我们说你要实施这种 横向一体化战略的话 必须要符合 反垄断法的这种相关的规定 否则的话 那就麻烦了 你突破那个法律的这种框架 那是不可行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在某一个区域 我就可以达到一定的 垄断地位了 但是我还符合 反垄断法的规定 你不就可以获得一种 竞争的优势了吗 那么再有呢 就是你所在的产业 增长潜力 还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 把它做大做强 将来怎么样 还能够获得更高的那种回报呢 因为我们所在产业 还没有达到天花板呢 还有增长的空间呢 那就是我们实行这种 横向异体化战略 追求更大的增长 我们说还有利可图 那么再有 你在实施横向异体化战略的时候 你需要的那种资金 人员的保障 没问题 你如果说你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那你也没办法实施这种 横向异体化战略 你就没办法把这企业做大做强了 你怎么能实现规模经济的效应呢 没办法 好 这是实施这种横向异体化战略的时候呢 我们说要注意这些适用的情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纵向的异体化战略 什么叫纵向的异体化战略呢 也就是说 这个企业 比如说它在实行一体化的时候 它可以怎么样 向上游 或者说向这个 业务发展的下游去扩展 那么上游就是供应商 下游就是你顾客和分销商 那就说 在同一产业链条上 有上下游的关系 是向纵深来发展 这就属于纵向的异体化战略 那你就可以把和刚才那个横向异体化 是不是就可以区分开了呢 这是我们判断的方法 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判断的依据 那接下来 那就是我们实施这种纵向的异体化战略 你是出于什么来考虑的呢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呀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你上游和供应商要打交道 下游呢 要和这分销商要和顾客打交道 现在怎么样 你把上游啊下游整个都连在一起了 这样的话什么 相当于是你的外部交易内部化了 对不对 可以节约我们相应的交易费用吗 效率会更高一些 当然费用就会大量的节约嘛 这就是实施纵向异体化战略 它的考虑 然后接下来 说我们在实施纵向异体化的时候 它的具体途径呢 我们说这里面有两个途径 一个呢 叫前向的异体化 前向异体化 也就是什么控制它的客户 控制它的分销商 也就是说什么 是向下游来进行拓展 从而呢实现这个异体化战略 其实这里面我们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这个苏宁易购啊 国美电器啊 你看它都有各自的自己的门店 对不对 所以说它的产品可以直接进入门店 你看可以直接控制它这种销售的终端 这就是一种什么 前向异体化战略吗 然后接下来 这个后向异体化战略呢 也就是什么 它在这里面要介入这个供应商 介入供应商 那不就相当于是介入了上游这个领域吗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你比如说你作为钢铁企业 那么钢铁企业呢 那你就要受制于这个铁矿石的供应商吗 如果说这铁矿石供应商 它不给你提供铁矿石的话 那你的钢铁的企业 就很难正常的去运营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全球呢 有三大铁矿石的供应商 这个巴西的弹水河谷 澳大利亚的这个毕和毕拓 还有就是英国的利拓 这个全球三大的这个铁矿石供应商 基本上说占着全球铁矿石供应商的70%以上 那你可以想想他们的话语权还是很大的 对不对 因此呢 那么多的这个全球的这个钢铁企业都要受制于他们 否则的话 你的铁矿石供应量就供应不上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些钢铁企业 你就得和这些铁矿石供应商要打好交道 从而来保证你的铁矿石的供应 那么接下来 那我们说你在实施这种纵向一体化战略的时候 说在什么时候用呢 它也是有一个适应的情形 你比如说 我们前边通过这种横向的这种一体化战略 竞争对手已经合到一起了 是不是 而且在这一个领域里面怎么样 我已经有很强的这种支配地位了 我已经能够数化算数了 这时候怎么样 我就可以走另外一个路子 那怎么样 我就可以向纵深方面再发展一下 因为你的横向一体化是 横向拓展的呀 规模做大了 然后向纵深方面发展的话 那就可以怎么样 实施纵向一体化呀 你可以和这个供应商 这个建立密切的关系 你可以和这个分销商建立密切关系 从这怎么样 保证你的原料供应 保证你的产品和服务的这种销售的中端 你看横向纵向就全有了 这就OK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他说甲公司是国内一家大型的药品的生产企业 公司自身的优势在于药品的生产与新药的研发的前期业务 近年来公司以多种的方式进行业务拓展 为了保障原料药的稳定供给和产品质量 降低产业链中的交易成本 2009年以来甲公司在三个省建设了五个原料药材的现代化的种植基地 全面的推进原料药材的规范化绿色种植工程 2011年 为了建立营销网络 甲公司收购了两家医药分销公司 同时将并购的重心转向特色原料药的领域 收购在这一领域具有优势地位的 你制药公司70%股权 以增强的公司在特色原料药的生产方面的竞争的实力 接下来我们看要求 根据资料指出甲公司实施一体化的具体的类型 并说明理由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就是说你在一体化战略里面 你给我具体划分一下 它是属于纵向一体化 还是属于横向一体化 如果是纵向一体化 它是前向的一体化 还是后向一体化 把它划分清除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在这个案例材料里面 那我们就会发现 它这里面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这个纵向一体化里面的 后向的一体化战略 那我们说你后向一体化 是什么 是和这个供应商 这块建立密切关系的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理由不就出来了吗 理由出来了 那这个理由呢 就相当于是把我们这个案例材料里面 相关的说明把它贴过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说假公司怎么样 他说像原材料的供应商这个业务拓展 供应商不就相当于属于你的 后向一体化问题吗 那怎么做的呢 他说在三个省建设了五个原料药材的 现代化的充实基地 保证我原料供应吗 然后呢 还收购了 在原料药这个领域具有优势地位的 以制药公司的百分之七十股权 这都是保证我们的原料供应 这是后向的一体化吗 那么再有呢 他说这里面也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纵向一体化里面的前向的一体化战略 那前一体化呢 就相当于什么 向他的下游了 他说假公司呢 向医药分销公司领域来拓展 这不就是下游吗 他说收购了两家这个医药的分销公司 你看 应该是很清晰的吧 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啊 糊涂糊涂的 哎呀我搭上横向一体化了 那对不起 一分没有 一分没有 这个开人的计划一定怎么样 这个一定是这个针对性的作答 那就说我们这个案例材料里面 设计什么 你就答什么 没设计到的 不要写 多写无益 一定记住多写无益 你就想想我老贾给你举的例子 多项选择 只有正选择是B和C 你非得加个D 那就没分了 对吧 那就没分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多元化战略 什么叫多元化战略呢 它是在这个现有的业务领域的基础上怎么样 我在增加新的业务领域 然后把这个企业怎么样来做大做强 这就是多元化战略 这个多元化战略呢 我们具体去细分的话呢 可以分成两种 一个呢 就是相关的多元化 相关多元化就意味着 我们在现有业务基础上 我进入的是相关的产业 这种相关产业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所进入的这种相关产业 它是和我们原有的业务领域是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 它可以运用到我们原有的那种产业 比如说它的技术 比如说相关的这种销售的经验 相关的这种销售的渠道 你得把原来的那种优势资源 能够充分予以利用 然后你进入这个领域 那就叫相关多元化 原来的人 长的技术我们可以用 原来那个分销渠道 我们可以用 比如原来的设备 我们现在还可以 这个改进改进 也可以用 原来那个生产的经验 我这块也可以采纳 就这个意思 这叫相关多元化 所以说你看 这优势不就知道了吗 我能够利用我们原有的 这种产业方面的优势 然后在其他的领域里面 我进行拓展 这叫相关多元化问题 那我们说这个相关多元化 在什么时候用呢 那你现在要注意一下了 相关多元化就意味着 我们原有的这个产业 原有产业 我们说它还是有比较好的 那种竞争优势的 但是未来的增长空间 不太大 换句话说 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 基本上达到天花板了 这时候怎么样 我才适合采用相关的多元化战略 那这时候你注意 我在原有的那个业务领域里面 其实我还在正常运营着呢 只不过呢 它为了的成长的速度比较慢 吸引力逐渐在下降 几乎要达到天花板了 那这时候就意味着 我们不需要在那块 再追加更多的资金投入进去 更多的人员投入进去 不是这样 维持那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怎么样 我就可以找一找 其他的那种相关的那种业务领域 这叫相关多元化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多元化战略里面的另外一种 叫非相关多元化 也就意味着你这个企业怎么样 这个新进入的领域 和你原有的经营呢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在什么时候 它会实施这种非相关多元化呢 说明你原有的产业 已经经营到天花板上了 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而且我们在经营原有产业的时候 我们原来的那些技术优势啊 我们好的分销渠道啊 也没有办法给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 提供帮助 那如果说能够给相关的产品 和服务提供帮助的话 那我就实施相关多元化了 是不是 那就意味着这些都用不上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才会采用什么呢 非相关的多元化战略 找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吧 这个找一个好的这个途径去吧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商业机会 那我们说作为公司来讲的话 他在实施这种多元化战略的时候 我们说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不足呢 那么从他的优点上来讲的话 我们教材说了 他说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其实这个呢 我个人觉得我们教材这块写的是有点问题 那么我们说如果要实现规模经济 应该是你的横向的一体化战略 企业的规模可以做大 那时候我们说他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呢 那么类似于我们这块讲的多元化战略 我们说你即使进入了是相关的多元化 仅仅是和你原有的经营是相类似的 但是我们说其实那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 也不叫规模经济 那么如果说你实施是非相关多元化 那更不叫规模经济了 是不是 但是没办法我们教材这样写 那你就按照教材这样答 考试的时候 好了人家问你了多元化战略有什么优点呢 那这个你得写上 因为我们这是考试的只能教材 教材怎么写就怎么答 你不能骗那教材 那么另外他说这种多元化战略怎么样 他说能够分散这个经营风险 增强这个企业的竞争的这种实力 说分散经营风险 我们说能理解是吧 我们说这个东方不亮西方亮是吧 我多设计点领域 某一个领域不好的时候 另外一个领域我们能够做好呢 你看我风险不就可以降低了吗 另外他说能够增强这个企业的竞争力 其实这些东西都得怎么样 都得变证来看是吧 另外他说不足强在哪呢 他说分散了这种资源 其实你分散了这个企业资源 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可以使你的竞争力会下降 这些东西我们都得一分为二去看是吧 另外我们说你这个设计领域如果比较多的话 那么你相关的这些管理的难度 相关的费用的发生也会比较多是吧 当然就是作为我们考试的这种教材来讲的话 考试你该怎么答怎么答 教材这样写的就这样做 但是真正在实物中大家可以去思考思考 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刚刚创立的时候 有很多的创业者都想怎么样 多个领域都想投资一下 那就意味着他都想多元化 他当时预想的什么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最后发现怎么样 哪个都没亮 其实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你在真正的这个企业运营的时候 你首先呢 你得把你这个某一项业务 你得把它做到实处 对吧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应该搞这种专业的东西 搞专业化 不要上来都是多元化 那也就意味着 当我们这个某个领域 已经做的时候 比如说他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增长空间了 没有太大的增长潜力了 这时候怎么样 我可以考虑考虑 是不是这个我在找到其他的机会 因为目前的领域做不下去了 这时候我才去考虑其他的途径 也说才会有多元化问题 如果说你这企业从这个创立的时候就开始多元化下去的话 这样的企业几乎没有成功的 几乎没有成功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吧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这个 比如说的拳击手套 拿这拳击手套去打这人的时候 你不管你使多大力气 你看 你把人打不死 因为他力量比较分散 那如果用一格针的话 那就可能让他毙命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多方面出击 那就不如重点出击 所以说资源就会过度的分散 管理的这种资源的分散 人力的资源分散 往财务资源也会分散 是不是 其实你这种过度分散的话 就会导致你竞争就会下降 所以说在这里面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种考试的 那种辅导教材 他这样写我们都这样看 但是呢一定注意 你不能用这种方式 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去 也就是我老家总在说的一句话 我们这本书考完之后怎么样 就把它放到一边吧 就不要总抱着它了 会对你的管理的实践 会有一种误导的 是不是 考试就按考试教材来来 真正我们在实践运动时候 你不能够把它当做圣旨一样 哎呀你跳在那儿说的 我们得这样做 你要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死得比较快 对吧 所以说我们考试归考试 实际企业运营是归实际企业运营 那还是两回事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甲公司为国内经营多年的一个制药公司 近期成功研制了一种预防新兴流感的疫苗 甲公司管理层的计划将此疫苗规模化生产 并同时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销售 预计该疫苗的销售可以为公司未来数年 带来较高的增售益 看要求 他说根据资料指出甲公司采取的成长型战略的类型 有什么理由 那我们说这个成长型战略 它里面具体分的话 我们说有秘密战略 有异体化战略 多元化战略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根据我们所给的材料 它应该怎么样 采用的是多元化战略 你说多元化战略里面还可以进行细分呢 它是相关多元化呀 还是非相关多元化呀 说我们根据这个材料呢 它本来就是个制药公司 然后呢 就研究这个疫苗去了 应该说能够用到这个企业 这个目前经营的一些技术啊 一些经验呢 都能用到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定定为 这是一个相关的多元化 对不对可以了吗 然后你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为什么是多元化战略里面的相关多元化呢 这理由不就OK了 那就说你把我们案里材料里面相关的信息把它贴过来 还是个制药企业 那当然就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原有经营的时候 它的相关知识啊 相关技能啊 然后就可以怎么样 规模化生产这个疫苗系吗 这就OK了 难度也不大是吧 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 你们听就像得一样 除非准备不退 记者先都不一定 请说 我们听说 这边 还在能够 百度 那边 百度 冥 百度